金融市环保局长江山兴 他的媳妇也在局内担任清洁队员 而江山兴呢因为没有利益回避 替媳妇打了烤鸡 两年假等一年一等 因此被监察院罚了168万元 江山兴不服气 提起了行政诉讼 但败诉了她在今天请辞 面色临终 满脸通红 金融市环保局长被罚了168万 原因就是他的媳妇就在环保局内担任清洁队员 考基两年假等一年一等 被监察院认定违反公务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你为什么要辞职 你带着愤怒辞职 局长要辞职你会哭哦 为什么 环保局长愤而想辞职 不止员工不舍 就连基隆市长也为他报屈 环保局委员他是我们单位的 也不是局长 局长都不介入的 我一定会为了他 因为他在工作上非常认真 不过行政法院认为 局长有权决定考基 公公与西佛尔市一亲等嬴亲 打考基却没有回避 最后招罚168万元